正途 以下的时间都不用我多做介绍 以下时间交给高牧师 今天与大家分享登山变象的信息 今天与大家分享登山变象的信息 这一段记载在四福音里面都有记载 很少的经文是这样的 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这样记载 在第一章里面 约翰他就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约翰这样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因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 就是说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跟大家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登山变象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 在这个路加福音都有很清楚的记载 但是约翰福音他记载的不同 他没有登这件事 只是说见到他的荣光 但是约翰福音就没有这样说 他就说 经过神的荣光 经过神的荣光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故事 就是耶稣带雅 马格、约翰、彼得三个人上山 你看这个记载 他就是带约翰、马德、约翰、彼得、雅各、三个人上山 约翰是最重要的人物 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这件事情过 但是约翰福音没有记载过 那么其他的三个门徒、三福音那些作者 没有跟过耶稣上山 其他三部福音 他们都没有跟过上帝上山 他们反而记载这件事情 他们反而记载这件事情 怎么解释 怎么解释 很难解释 不过四个福音都有记载 但是四部福音都有记载 在我来说 从小长大 我听过很多次关于这段经文 对我来说 从小到大 我都听过很多这段经文 但是听了之后 我问题更多 听了之后我问题更多 那么甚至在 前几年我在我们长老会的神学委员会 帮助那些神学生的这个委员会 几年前我在 长老会的神学委员会 他们是专门照顾神学生的 他们专门照顾神学生的 我也是委员之一 我也是 牧师也是委员之一 那么我们经常听这个神学生 他讲道 我们经常在听神学生在讲道 那么有一次神学生也是讲这一段经文 有一个神学生也是讲一段经文 那么听了之后问题也是更多 不过我没有问他 但是我没有问他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呢 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是说我知道所有的答案 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 相信你也是会有很多的问题 相信你们也都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最近呢 好几年呢 我讲到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 也都是我最近讲 这几年所讲的主题 那么在一般来说嘛 就是说我们蒙上帝的呼召做祂的门徒 一般来说我们蒙呼召做上帝的门徒 好像上帝亲自呼召我 好像上帝亲自呼召我 这是我们经常对一些人 要做神的仆人这些人 总是希望我们知道他 上帝为什么招呼你 我们做上帝的仆人 我们应该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呼应我们 讲你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一下 讲你的经历 和大家分享 但是渐渐呢 我觉得这个经文呢 有其他宝贵的信息 渐渐我就觉得 这部经文有很宝贵的信息 那么就是今天早上我要与大家分享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很早在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帝的时候 很早以前以色列在埃及做奴帝的时候 他们出埃及 他们出埃及 离开那个围奴之地 离开围奴之地 那么他们要进入一个世界 他们还不太知道会是怎么样 进入一个他们不知道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答复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必须要回答 我们从埃及做奴帝释放了 从埃及做奴帝释放了 进入另外一个地方 将来我们还是不是奴帝的制度 摩西上西乃山 他蒙上帝的呼召 给他十条诫命 就是说今后的世界 不再是奴帝的社会 进入一个法律的社会 人人在法律之下平等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呼召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的呼召 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很有意思 今天的经文是登山变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今天的题目是登山变象 这个英文是transfiguration 英文就是登山变象 因为英文有很多字 transformation也是变化 英文有很多解释就是transformation 也有一个话就是chang 就是chang 另外一个字 另外一个字 就是很多种的字 讲这个变的问题 很多个字讲明变的字 上一次我也讲另外一个字 叫做transmutation 就是另外一个字 就是这些字都不同的方式 因为好像它的内容有点不同 意思不同 那些字有很多内容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我们人有两个选择 我们人有两个选择 我以前讲过 人有两个选择 就是说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些字都是讲的变 变但是呢 都是很多相同的 其实呢 很多相同的地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上次我讲过 就是我们要和好 是不是 上次我讲过 我们要和好 佛教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佛教有几个很重要的信息 人有三种不对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字就是分别 其中有一个字就是分别 所以我们要分别 你我不同 我们要分别就是你我不同 好坏不同 好坏不同 黑暗不同 上下不同 我们要对立 要革命 历史上都是这个过程 但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呢 但是耶稣带给我们的信息 要和好 要和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不需要来争辩它的分别 我们不需要争辩它的分别 其实耶稣有一个更好的字 其实耶稣有一个更好的字 祂的意思就是 祂有一个字叫做成全 祂的字是成全 就是成全 以前不太够 这一碗水很少 但是慢慢慢慢给它加满 以前一碗水很少不够 慢慢慢慢加满它 这个就是转变 转变 转化 进化 改变 主要的意思就是在这里 主要的意思就是转变改变 那么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今天有什么意思呢 耶稣好像摩西上到山顶 好像摩西上到山顶 耶稣也在山顶 耶稣也在山顶 也是蒙上帝的呼召 也是蒙上帝的呼召 因为他看见耶稣的荣光 因为他看见耶稣的荣光 又见到有两个历史上的主要人物 亦见到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摩西 一个是以利亚 一个是以利亚 在我所得到的启示呢 它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得到的信息是什么启示呢 就是说摩西跟以利亚 代表旧约圣经 摩西跟以利亚是代表旧约 就是说从奴地的制度进入法律的制度 就是从奴地的制度进入法律的制度 再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制度 再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制度 就是心灵的制度 灵的制度 就是心灵的制度 灵的制度 这个完全跟以前不同 这个跟以前完全不同 我们今天也是属于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不再是奴隶 也不是做律法的奴隶 也不是律法的奴隶 我们可以利用律法来达到公平的世界 我们利用律法来进入公平的世界 但是律法很多时候不足够 但是律法不足够 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来的时候要成全这些律法 所谓成全比变化 我觉得更好 成全比变化更要好 那么也不要说进化不是这个意思 也是一样的意思 都有改变的意思 转变的意思 进化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改变的意思 就是说都有相同的意思 都有相同的意思 这个就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很欣赏 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很欣赏 美国的民主制度呢 因为它已经脱离所谓 这个所谓律法的世界 因为它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世界 因为律法呢 因为律法 是人来规定的 是人来规定的 越规定越多 规定越多 但是越规定越多问题 越规定越多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美国毁坏我们美国的地方 毁坏美国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利用律法 就是很多人利用律法 有权势有钱的人 有钱有势的人 他可以买通我们的国会 他可以买通国会 写任何的律法 写任何的律法 最近呢 Abermouth 有一个美国人 他坐牢 最近有一个美国人坐牢 他现在出来了 出来了 他就承认这件事情 他就承认这件事 因为他是专门买通国会的人 因为他专门买通国会的人 规定这个律法 规定这个律法 对我有益处 对我有益处 对人家不一定有益处 对别人不一定有益处 所以律法的世界也使我们走进灭亡 所以律法的世界也都会使我们走进灭亡 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但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律法不能够再控制我们 律法不能够控制我们 因为耶稣上帝是活的 因为耶稣上帝是活的 我们不论处理什么事情 不论讨论处理什么问题 除了之后 除了我们很多的条例律法之外 除了很多条例和律法之外 我们一定要想一想 我们一定要想想 我们这样做 我们这样做 是不是荣耀上帝 是不是对人家有一处 是不是对人有益处 是不是对我有更多的利益 还是对人家有更多的利益 是对我自己有更多的利益 还是对人家有更多的利益 还是要追求真正的平等 还是要追求真正的平等 如果是你追求真正的平等 如果你真正追求平等 每一件事你都要想清楚 每一件事你都要想清楚 都要祷告 都要向上帝说这样做好不好 都要跟上帝说这样做好不好 或者是改变一下那样做更好 或者改变一下这样做更加好 或者这一次做了之后不错 但是有改进的地方 今次做得不错 以后还有改进的地方 不断地改 这也是进化论 这个也是进化论 我们人很多的学问科学 其实都要彼此打架 争执说你对我不对 在很多科学和理论 我们都有彼此争论 所以弟兄姐妹 你我是上帝的儿女 兄弟姐妹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当然要守律法 但你我的责任 但你我的责任 不是要守目前的律法 乃是要成全律法的不足 不是成全现在的立法 而是保护成全立法的不足 很对不起 我讲得很长 我应该短一点 他就比较容易翻译 我跟不上牧师 那么因此我们基督徒呢 把自己的心头脑都要打开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将心头脑袋打开 那么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现在住的地方 那么经常有所谓基督教的人来向我传福音 有很多基督徒来向我传福音 主要的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以及摩门教的人 那么他一来靠门要跟我讲道呢 一敲门就要跟我讲道 那么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我们彼此谈道 我就跟你谈 如果你讲 我不讲 我就不听 如果我们彼此交谈 我们就继续谈下去 如果你讲 我就不听 那么摩门教 就来一次以后不来了 摩门教来了一次 他就不来了 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 但是耶和华见证人呢 来了六次 来了六次 我有一次讲道 我就说他来了五次之后不再来了 他们来了五次以后都不来了 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这样讲 他们来了五次 我相信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有一次我讲道就讲 他们来了五次 我想他们都不会再来了 怎么知道第六次都有来 但是第六次他又来 这个经过是怎么样呢 经过是 那么第一次靠门的时候 第一次靠门 我见到有一个姐妹和带一个小孩 我见到一个姐妹和带一个小孩 我见到一个姐妹带着一个十文仔 白人 那么我就跟她谈几句就停止了 因为好像我也忙啊 第二次呢 他们有四个父女 有两个弟兄 第二次是四个姐妹和两个弟兄 他们也是来跟我分享耶和华见证人的道理 他也都是来跟我分享耶和华见证的道理 我也没有跟他说我是牧师 我没有跟他说是牧师 我说你们要彼此谈一谈 我就很喜欢 大家听一下 我很欢迎 只是你讲的我听的我就不要了 但是我不喜欢你们讲我 我都说欢迎欢迎 我们大家可以彼此谈 欢迎欢迎 我们大家来听一下 那么我就跟他提到这些事情 我就跟他提到这些事情 因为耶和华见证人 因为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在使徒圣经 他们在使徒圣经 死读圣经 死读圣经 在这个除埃及第三章 在春埃及第三章 那么这个经文怎么记载呢 经文怎么记载呢 有一句话 我的名是耶和华 我的名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的名 你们都叫错了 这个上帝的名字不是上帝 是耶和华吗 你们把上帝的名字叫错了 是耶和华吗 我就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 这个登山变像的故事 你知不知道上帝 登山那个故事 登山就是什么 登山变像的故事 你知不知道登山变像的故事 我说耶和华 耶稣在山上见到哪几位 耶稣在山上见到那几位 一个摩西 一个以利亚 一个摩西 一个以利亚 他们是代表过去的历史 他们代表过去的历史 代表旧约的时代 表示耶稣与旧约是有关系的 代表上帝与旧约是有关系的 耶稣基督是与旧约神经有关系的 但是呢 问题是什么呢 摩西跟以利亚不见了嘛 等一下就变化一会 不见了嘛 但是摩西跟以利亚不见了 我说你继续讲 然后在云彩的当中 在云彩的当中 听到上帝的声音 听到上帝的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那两个人不见了嘛 那两个人不见了 一方面耶稣是继承旧约圣经 一方面上帝是继承旧约圣经 耶稣继继承旧约圣经 耶稣是与旧约有关系的 耶稣与旧约有关系的 但是现在转变了嘛 登山变象了嘛 登山变象 已经是耶稣的时代 不再是那个时代了 现在是耶稣时代 不是旧约时代 所以你们要听他了嘛 所以你们要听他了嘛 不要再回到旧约了 不要叫他回旧约了 你叫耶和华 但是旧约圣经还有另外一个字 叫做Elohim 就是上帝 他叫Elohim 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 我们广东话 你老兄啊 你老兄啊 其实讲得很好嘛 上帝你是老兄啊 上帝就是老兄 其实他不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字还有Yahweh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 亚威啊 也是旧约圣经的 也是旧约圣经的 叫上帝什么名字 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 叫上帝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 耶稣更聪明 耶稣更聪明 他叫我们祷告 叫我们祷告 他怎么说啊 他怎么说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在天上的父 人人都有份啊 人人都有份 什么不同啊 这个名字那个名字 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名字那个名字 我们懂不懂啊 我们懂不懂啊 上帝是最懂得 这个普通的常识啊 这是常识 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啊 上帝最明白就是 这个是常识来的 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也是这样子 我们基督徒的信息也是这样子 他经过历史的转变 他经过历史的转变 文字的复杂 文字的复杂 其实很简单 那我们今天可以改啊 今天我们可以改啊 我们说在天上的父母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有什么问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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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很重要啊 弟兄姐妹 很重要啊 因为 借着圣经的信息 借着圣经的信息 世界每一族的人 每一种的人 都能够懂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要承认 我们的软弱 其实是上帝爱世人嘛 没有指名什么特别的人 没有特别的人 都是子民 我们今天所传的上帝 是人人都应该很容易明白 是人人都应该很明白 如果我们本来就来自一个远古的时候 本来就来自一个远古的时候 我们到目前来讲还不太明白 目前来讲我们都不明白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也是很容易明白 也都很容易明白 就在我们每天人生经历的当中 在我们每一日人生的经历当中 我们所传的 我们所传的 就是上帝的爱 就是上帝的爱 就是上帝的公义 就是上帝的公义 就是上帝的怜悯 就是上帝的怜悯 所以今天很多传道人 都用这个《弥加书》第六章 都用《弥加书》第六章 讲到说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所信使上帝的公义和怜悯 讲的就是上帝的公义和怜悯 以及我们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在新约更简单 就是上帝的爱 就是将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必然包括公义和怜悯 上帝的爱必然包合公义和怜悯 因为你讲太过公义的话 太过讲公义的话 那人是太枯燥太冷了 人就太枯燥太冷了 你必须要怜悯 必须有怜悯 必须有怜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不到 或者做错了 或者做错了 但是有怜悯的那方面 除了之外 除了之外 我们要经常 以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为什么每天每个礼拜要做礼拜 为什么每一个礼拜都要做 因为你要用很谦卑的心 因为你要用谦卑的心 与上帝同行 因为他所要求的很简单 因为他要求很简单 就是公义和怜悯 就是公义和怜悯 这两件事偏偏就是很难很难做 但是这两件事偏偏就很难做 因为我们人总是有自私心 人总是有自私心 有时被引诱 被引诱 我们自己制造很多新的理由 自己制造很多新的理由 对自己有利益 对自己有利益 对人未必有好处 对人未必有好处 但是上帝早就知道一条路我们要走 人类的历史 就好像小孩子慢慢长大一样 要经过很多的转变 不断地转变 你说他转化也好 进化也好 他总是达到一个上帝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目的 我们敬拜主 行事为人 就是慢慢很恭敬的 很谦卑的 要得到上帝的带领 不论在家里面 不论在家里面 在社会里面 在社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怎么样彼此公道 我们彼此如何公道 彼此怜悯 彼此怜悯 彼此更相爱 彼此更相爱 阿们 阿们